什么是亚马逊独立送货源呢? 就是用您自己的车帮亚马逊送货 英文名称为Amazon Flag Driver 工作时薪是18到25美元一个小时 那么如何申请呢?工作流程是怎样呢? 今天我就为大家详细介绍 我一共总结了18个要点 第一,申请工作的条件和要求 年龄要满21岁 有社会安全号,有驾驶证,有车险 有四门的轿车,或者是皮卡,或者是小货车 有一部智能手机 第二,在亚马逊网站 Amazon Flag上查您的所在城市 是否有Amazon Flag Driver工作提供? 第三个要点,下载Amazon Flag App 然后填写个人资料 姓名,年龄,驾照号码 社会安全号码,车辆保险号码,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必须要有,因为这样 亚马逊网站才能把钱发给您 第四,亚马逊会用一周左右的时间调查您的社会背景 主要是查有没有犯重罪,盗窃或者暴力 有没有过多的违规驾驶 第五个要点 如果您通过了社会背景调查 接下来需要看九个工作培训视频 每个视频大约有五分钟 这些视频会告诉您 工作细节是非常重要有用的 第六,看完培训视频后 您可以开始设置时间档期 亚马逊会按您的时间档期 给您发工作任务 第七个要点 您接收到送货任务后 有可能同时有好几个工作任务 您可以按您的意愿来选择您想接的任务 点击您想接的任务后 再点击接收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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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APP有GPS导航仪 按导航仪提示到取货中心取货 第十到亚马逊取货中心后 需要排队按讯序取货 有关工作人员会查看您的驾驶证 如果您是第一次取货 如果您是第一次取货 有关工作人员会发工作付给您 第十一个要点 取货时要按APP的提示 扫描您需要送的货 扫描完所有包裹后 有关工作人员要查看五屋后 您才能离开取货中心 出发去送货 第十二个要点 只要按亚马逊GPS导航仪的提示 大多都可以准确到达送货地点 如果您英语不够好 最好带上您自己的导航仪 第十三个要点 到达送货地点后 手机上的APP会再次提醒您 扫描包裹 您最好检查是否有顾客留言 顾客是否有要求 把包裹放在指定的地方 如果没有 一般把包裹放在前门 第十四个要点 放好包裹后 亚马逊的APP会要求您拍照存档 证明货一送到 然后您就可以去下一个送货点了 第十五个要点 有时会有无法送出的货 比如公司关门下班了 没有人接收 您需要把没送出的货送回取货中心 第十六个要点 完成送货任务后 几个小时内 您就可以查到您的工作收入了 在亚马逊APP的菜单上 点击Earning 可以查到您的所有收入历史 第十七 亚马逊一周发两次工资 周一和周五发工资 钱会自动打到您的银行卡上 大概一个工作日内 您就可以收到钱了 第十八个要点 如果送货过程中 发生交通事故 请联系亚马逊电话中心 先感谢您的听 请不吝点赞